文王凯迪在今天的各大历史论坛上,大肆宣扬晚明军事科技先进的言论不在少数,似乎如果清军不入关,明朝的火气水平马上就会发展到碾压西方的地步。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16.17世纪的明朝火气,完全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甚至存在本质性的差距。 大明枪炮世纪明朝后期的火气水平确实发展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火炮类的铜发供、白子连珠炮等,前者者发射每个重刺金的铅弹也洞穿墙壁,摧毁建筑物。 后者用金铜制造,可装铅弹约百枚,分次发射,可旋转,向各个方向射击,爆炸炮弹在后期也逐渐出现,如毒火龙炮、飞云炮等,可以用炮弹碎片杀伤敌人。 然而这些炮的重要问题在于铸造方法十分粗糙,产量其实极少,中国古代的铸造技术并不能制造具有后装功效的管伐型炮身,所有的火炮只能够使用原始的钳装技术。 因此,直到十六世纪葡萄牙出现在东南沿海之时,明人才发现仆人所使用的佛朗机性能,大大优于明朝自身火炮,方才开始大量仿制,图明朝军队的各式佛朗机。 明朝早期的枪类,与萧型火冲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直到永乐时期,当时明朝的神枪系,根据安南的神机枪仿制,既可射千弹,又可射箭,射成可达三百步,而这种火器没有瞄准系统,发射全靠手感。 明朝中后期盛行于军中的鸟冲、鲁蜜冲,分别来自于日本与土耳其,其实,皆为葡萄牙与阿拉伯地区的火神枪的升级版本,虽然后来赵世珍根据西洋火冲绑制的车变冲和迅雷冲性能更优于西方,但是缺乏机床加工生产线的明朝手工业,并不存在批量生产这种火器的条件。 西欧的枪炮觉醒西欧的枪炮觉醒早在15世纪,法国人就在英法半年战争中将野炮投入战场,法国军队把比较轻的铜柱加农炮装在马拉的两轮车车架上,从而有效克制了曾经强生一时的英国长工兵。 当时的欧洲火炮已经出现了铁制炮弹与撒弹,并且出现了可以厚装的加农炮、迫击炮等灵活多变的火炮样式。 在17世纪的30年战争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组建了第一个炮兵连,随后,他又将其扩建成,由六个连组成的炮兵团。 炮兵的规模化与兵种单设是欧洲军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图30年战争瑞典军队,在15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了一种新式火冲,也就是最初的火神枪统一时期的明朝步兵仍然在使用火盆点燃糖内火药。 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人研制成功了滑糖火神枪,应用于意大利战争,同一时期,欧洲还出现了机械点火装置,用二流化铁破碎石与钢片撞击产生火花、燕燃火药,进行射击,这种后世被称之为碎发枪的武器。 在出现之后,逐渐取代火生枪,大大提高了火器使用的效率与杀伤力,在欧洲军事史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图欧洲歧视的碎发枪。 16到17世纪,欧洲人的火器技术已经后来居上,其锻造工艺、生产效率、杀伤力已经全面超越了同一时代的明朝,并且开始影响明朝火器的发展,而晚明火器的缓慢发展, 注定无法战胜当时飘瀚一场的满洲铁骑,因此,历史的发展明明中,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参考文献,一,中国全史百卷本,史中文,胡晓琳二,世界全史百卷本,史中文,胡晓琳